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上完书咱们聊了古歌王朝最伟大的僧王拉喇嘛依西沃 他牺牲了自己,迎来了阿底侠大师来古歌王朝传法 那昨天咱们也说了,为什么要说他是牺牲了自己,迎来了阿底侠呢 那是因为要迎驾阿底侠大师来古歌王朝传法就需要大量的黄金 这会儿的依西沃他已然不是国王了 他把自己的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 弟弟死后呢,王位又传给了自己的侄子 那为了这个仇措黄金呢,依西沃又披上了战甲 带领了古歌王朝的士兵到四处去抢掘呀 那这种行为就很难给他定义了 怎么说呢,这抢劫也不应该是好人干的事 你拿出钱来去迎接这高僧啊,去弘法了 可是你就想没想过那些被抢人的心里啊 抢来抢去呢,这回遇上横主,踢上钉子了 来到一个国家叫嘎罗 这嘎罗呀,是现在这个西藏啊,和这个新疆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在这个克什米尔高原上啊,头打劫之前呢 这依西沃也没打听打听,人家这是伊斯兰教快马弯刀 你不来抢劫人家呀,人家还想对你发动圣战呢 人家要的可不是钱,人家就是想杀了你们这帮卡菲儿 然后把伊斯兰教推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结果啊,这依西沃去了,抢金子,没抢了金子呀 凡把自己搭进去了,就让人家给逮着了 这嘎罗国王说了,既然逮着你了呀 那咱们还好多事,就算省事了 我告诉你,你现在开始啊,皈依伊斯兰教 率领你国家的所有的佛教徒一同皈依伊斯兰教 还不算完,我们就把你放了 这依西沃一听啊,说不行,我皈依不了伊斯兰教 我是虔诚的佛教徒 那这嘎罗国王说呀,你不是爱钱吗 那好,我就让你失去你所有的钱 我要让你的国家呀,用你身体等量的黄金来赎买你 那有人说也不多呀 那跟人等量的黄金大不计,也是个大胖子 也就是二百斤吧 不是,是让这谷歌王朝啊 用伊西沃等身的那么一个金人来换 哎呀,我估计估计啊 没有个三四吨,也得有个两吨半 后来这谷歌王朝的国王 这伊西沃的侄子呀,只好凑黄金来赎这自己的大爷 可是说这么多的黄金凑起来哪那么容易呀 过了几年啊,谷歌王朝的国王派出使得来到了嘎罗 跟这个嘎罗国王说呀 您再等等,我们这黄金马上就要凑够了 还差多少呢,还差一个人头那么多 于此同时啊,也得进到天牢当中去安抚一下 这个被捕了的老国王,也就是伊西沃 见到伊西沃把情况一说呀 这伊西沃一听啊就急了 说你不能这样,你们一定要回去告诉国王 不要拿这些黄金来赎我 如果把这些黄金都给了这些缠回的话 那咱们就再也没有金子去请阿底侠大师到谷歌王朝来传法了 那这使者自然是降不过老国王 回去跟这个新国王一说呀 这国王也只能含着泪拿这些钱呢 去请这个阿底侠大师了 那么自然呢,这嘎罗国王呢就处死了伊西沃 这伊西沃呀可谓是藏传佛教史上一位可歌可泣的人物 他死以后啊,被藏传佛教的教徒尊称为拉喇嘛 就是神上师的意思 这是对藏传佛教史的影响 其实啊,我觉得这伊西沃对整个华夏也是有影响的 可谓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舍身求死,一己之力挡住了这个穆斯林的东京 那不是民族英雄吗?那谷歌王朝也好,整个的西藏也罢 如果我们这个华夏民族的始源地现在控制在这个教门手里 那将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细节啊,那有碍于民族团结 咱们就不细巴掌,您品,您细品去吧 那现在呢,这谷歌王朝就有足够的金子去请阿底侠大师了 那他们为什么要攒这么多金子呢? 是因为在这之前的伊西沃呀,曾经就派人到印度去请过这阿底侠大师 这没请动,原因是啊,人家要的钱他们没攒够 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从表面上看呢 是要讲的阿底侠大师后红旗的进藏传法 实际上咱们要聊一聊 与这个藏传佛教后红旗传法密不可分的一件东西 就是钱,就是金子 那咱们先聊聊这个阿底侠大师 阿底侠大师出生在公元的九八二年 他出生在哪呢? 他出生在古印度地区 现在说啊,已然不是印度了 是哪是孟加拉 也不怎么着啊 来这个藏传法的高僧啊 印度高僧都自称自己是王族 要不然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王位 要不然就是放弃了高官出家做了和尚 总之吧,在做和尚之前我就不是一般人 哎,这阿底侠大师啊 十一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印度的纳兰陀寺 亲近菩提贤士论 后来又居住在金刚座 学习这个离心及中关论 这纳兰陀寺您听着耳熟吗? 哎,这纳兰陀寺啊 我佛如来的道场 然后就是四处游学 学了无上秘法 不但呢,学习了无上秘法 并且大师是显密兼修 至于是如何修习呢? 咱们在这不过多巴士 还是那句话,咱们讲的是佛教故事 至于佛法和修行啊 哎,跟咱这部书没关系 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回到了印度 做了这个超界寺的主持 成为了这个印度的知名高僧大学者 大班智达 不光如此啊 这大师在印度做过十八座寺庙的主持 像什么烂陀寺啊 超颜寺啊 等等等等 那现在这大师在哪儿? 这大师就在超颜寺 于是古歌王朝的使者 就来到了印度的超颜寺 来请这位大班智达阿底侠大师 阿底侠大师啊 看到这古歌王朝的使者来了以后啊 就问了一句 你们的老国王阿喇嘛 还好吗 这使者一听啊 就哭了 使者呀 把这个依稀沃怎么凑钱 怎么被人家逮住 然后呢 要用等身的黄金呢 来交换这些事啊 都跟阿底侠大师说了 最后还跟阿底侠大师说 我们这个老国王最后坚持 要用这些金子呀 来请大师去古歌王朝弘法 不让用这些钱呢 来营救他 所以啊 他现在已经被人害死了 阿底侠大师已经非常感动 于是就决定要到古歌王朝弘法 什么钱不钱呢 给你打个车 就这样的大师跟随着使者 就来到了古歌王朝 开始了古歌王朝的后红旗传法 他来到西藏的第一站呢 他就来到了阿里地区的托林寺 这托林寺咱们前文书说过 就是呢 这伊西沃仿照山南地区的桑耶寺 所建立的那座寺庙 他在这看见谁了 他遇到了大翻译师 仁钦桑波 仁钦桑波呀 咱们前面提到过 就是伊西沃派出去求佛的十九个人 最后啊 只回来两个身体最好的 那个就是仁钦桑波 因为啊 他不但顺利的回来了 而且还去求法了三次 这阿底侠呀 和这个仁钦桑一聊天 非常吃惊 他说你们这个西藏不缺大师啊 这位仁钦桑波大师啊 就学问非常的高 你看我跟他聊的很多 这个佛法道理啊 他都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清楚 有一些呀 甚至比我还清楚 还明白 你们放着这么一位高僧大德 不让他去登台讲法 请我干嘛呀 那么说这阿底侠大师 说这句话 是谦虚吗 不是 说实话呀 这位仁钦桑波大师 他确实有修为 有学问 您想想 他前后啊 去过三次印度求法 他一共有这个高深法力的师傅 就75位 所以这位大师啊 佛法高深呢 并不奇怪 哎 可是再往深了一聊啊 这阿底侠大师 觉得有问题了 他聊到什么了呢 他们聊到戒律了 这阿底侠大师就发现呢 这仁钦桑波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说了很多不合戒律的话 这一下子 这阿底侠大师就明白了 这藏族人呢 因为脱离这个佛教中心时间太长了 所以呢 现在呀 虽然学来了文化知识文化理论 但是根本就没学到制度 那么说这个制度和戒律有多关键呢 我里里啰啰的给您讲了很多叙叙道的事啊 也没有用 我只告诉您一句话 佛陀在入灭之前就曾经说我一句话 他告诉众弟子 你们要以戒为师 哎 这句话听着挺绕脖子 也就是说在懂法之前 你们得先学会守法 所以这阿底侠大师啊 哎 才觉得自己是有必要来西藏地区的 来这里规范他们的这个佛教 来教导他们的戒律 阿底侠本人呢 特别重视弘扬因果报应 业报果报 所以呢 他就用这些来劝人归一三宝 后来的这个藏人呢 都称他为叶国喇嘛 也就是这个原因 他在西藏一传法就传了九年 在藏地呢 哎 主要是阿里地区做了很多事情 也收了很多的门徒 九年以后啊 他就提出他要归乡 可是呢 无奈回去的必经之路上啊 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地区 发生了战乱 阻隔了道路 回不去了 就借这个机会啊 又有人把他就请到了这个前藏地区 并且给他建了一座小寺啊 就在现在浙王寺的南边啊 叫做卓马拉康 然后大师啊 在这里清修 您今天去这地啊 这庙还在 卓马拉康不但还在 这庙里头啊 还供着一尊呢 这阿底侠大师的塑像 这尊塑像啊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像我 那这像我这个词啊 那肯定不是我说的啊 也肯定不是当时的这些喇嘛说的 那是谁说的呢 既然这尊佛像啊 他塑的是阿底侠大师 那就证明这句话是阿底侠大师说的 也就证明了 这尊佛像是阿底侠大师同时态的一尊佛像 就跟传说中的释迦摩尼12岁等神像一样 是这个释迦摩尼佛活着时候塑的 哎 这尊像我呀 就是阿底侠大师看着塑的 塑完了之后啊 他就乐了 他说哎 像我所以这尊塑像啊 自此就叫做像我 这里边还有一个传说 说这阿底侠大师一看呢 这个塑像啊 有点意思 怎么呢 脑袋歪着 这阿底侠大师啊 用咱们汉地一句话说啊 虚微的有点六根不全 怎么呢 他是个小歪脖 有点破像 您看现在的阿底侠大师的很多唐卡呀 有的还是歪着脖子 当然有的是正着的啊 您看这尊像我呢 他也是正着的 不过呀据说塑出来的时候啊 这些工匠过于写实了 塑的也是一个歪脖子 这大师的脑袋呀 微微的向左偏 这阿底侠大师一看 既然都是塑像了 咱就别抱这 毛病都挂出来了 于是啊 就伸出了拇指 把这尊佛像的头啊 向正中按了一下 结果就按出了一枚纸印 直到今天这枚纸印 据说还在 不过呀 即便您现在到卓曼拉康 您也看不见 因为这个大师这尊像啊 已经被装葬起来 穿着袈裟呀 素质金身 这枚纸印呢 被挡住了 我想您作为一个普通的信众 一位普通的游客 您是没有能力 把大师的袈裟 扒起来看看这枚纸印的 所以说咱们知道就行了 到那儿啊 他们讲讲古 现在咱们还有学问 后来阿底侠大师啊 就原济在西藏了 在他原济之前呢 这藏族人民啊 就给他建了一座大庙 这座大庙的名字呀 叫热镇寺 公元1054年 这大师就原济在热镇寺 据说啊 大师原济以前呢 症状是不停的流鼻血 后来呢 这个大师就占着这些血呀 画了一幅这个唐卡 这幅唐卡的内容呢 是一幅佛陀像 这59年的时候呢 被分类主义分子 就带到了国外辗转呢 就落到了印度政府的手里 咱们那个政府呢 和印度政府一样呢 什么压呢 还耍不赖 就不给 他们说这阿底侠大师啊 本来啊 就是印度人 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 这阿底侠大师啊 是孟加拉人 可是那帮孙子说了 那是古印度 现在也没办法 只能是啊 不给不给吧 那么阿底侠大师的红法呢 就叫做上路红法 咱们前一段说的 这个鲁梅的红法呢 也就是啊 从青海再次传入西丧的 这宗佛法呀 叫下路红法 至于这个两宗的名称啊 上下之分呢 有两种解释 首先说这阿底侠呢 来自印度 他得翻过冲岭 冲岭高啊 这青海的矮 所以说呢 这就分出上下来了 还有一种说法啊 说这个藏族人呢 以这西为上 以东为下 哎 这样分出的上下 那最靠谱的一种说法 实际就是啊 谁也不能跟阿底侠大师争 哎 跟他比起来 谁的红法 也叫做下路红法 阿底侠大师的身份有多高啊 呃 不好给您直接的解释 咱们做个对比 上路红法的时候啊 这西藏来了一位法师 我们知道是莲花生大师 还有一位法师呢 是济护大师 这济护大师啊 就已然是这个天竺地区 也就是印度的大德高僧了 不过呢 咱们说一句啊 谁都能理解的话 这个济护大师 跟这个阿底侠大师比起来 济护大师啊 撑死了 算得上是一位老艺术家 哎 这个阿底侠大师啊 就是相声大师 哎 这您懂了吧 这个 那咱们说了 这个鲁梅的下路红法也好 这阿底侠的上路红法也罢 既然叫红法 这里边是没有金钱交易的 那咱们开头不是说了吗 这一集里 咱们要说是金子 那这金子的故事 从哪来呢 就在这后红旗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新王朝出现了 这是骨骼王朝的一个分支 他们在这个昂仁地区建立了一个小王朝 这个王朝啊 也扶植起来一支佛教队伍 因为他们方便啊 他们离这个尼泊尔啊 这更近也抽了一位大德高僧 叫卓密 哎 史称卓密大师 这卓密大师了不得 他的佛法高深到什么程度呢 阿底侠大师啊 被称为第二佛陀 被尊为后红期的一圣 同时呢 这卓密大师被尊为后红期的二圣 那现在啊 我们所熟知的这藏传佛教的一些啊 这个佛法像什么着火定啊 大手印啊 道果教授啊 全是人家这位卓密大师传进来的 不过呀 这卓密大师传法呀 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你得给钱 这卓密大师本身啊 也是王族出身 被王族派到印度去学法 一学就是八年 在哪呢 就在超延寺 然后呢 这卓密大师啊 他在超延寺学了八年之后 又在这个印度各地游学了二十年 回到西藏以后 就在拉兹地区建了牛骨荣寺 他呀 就在这个地传法 据说他在印度没少交学费 他一共啊 学这个道果教授四年 四年当中呢 给这个印度高僧啊 交的这个学费是五百两黄金 您算计吧 这四年得多少钱 所以说呢 人家这个学问呢 是怎么的 学来的怎么外传 你要想学呀 你得交钱 哎 有这相当明确的记载 当年这个宁马派的祖师 素尔波且 奉百两黄金学习道果秘法 哎呀 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 人家当年学一年的学费 就是五百两黄金 您只区区一百两黄金 您来学的 那肯定也是一些旁之末诀 正根正法呀 是学不走的 那么说 有有钱的没有啊 有啊 这个撒加派的祖师 叫做贡阙捷布 奉了一千两黄金呢 来学习道果秘法 那这就学全了 所以呢 后来这全套的秘法呀 都在人家撒加派 这事就不新鲜了 这噶马派的祖师 叫噶马巴 这也来这个 卓密大师这学过 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啊 梵文和显密佛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跟这留学生啊 到了日本 到了这个美国之后啊 先学日文 先学英文一样 那多新鲜呢 进了大学 你好能看懂人家的书啊 哎 连这个道果秘法的边啊 都没学着 那显然呢 这马尔巴的游僧一个 非常的穷 所以说呢 你念不起我这研究生班啊 哎 你就考班债 那么说 为什么学费如此之高 有人愿意教 还有人愿意学呢 哎 这就证明 当时啊 修习的这些法术 学会了之后 肯定是立刻能变现的 哎 我的灼火秘法呀 什么大手印呢 灼火钉 这些法术使出来 那立刻就能降妖除魔 就能从信众手 收来白花花的银子 黄登登的金子 所以我教你这些法术 能挣钱 你凭什么不给我学费呀 但是呢 必然呢 这个不收钱的弘法 和这个收费的学法 是有区别的 您看这个卓密大师 他即便再是佛法高强 再是大德高僧 他的传法也不能叫做弘法 他只能叫做传法 还有一件事呢 是这个卓密大师 对这个藏传佛教的影响 这些藏传佛教的佛教徒啊 发现在这个卓密大师 也就是昂仁地区 学法呀 太贵了 于是呢 干脆呀 就卖过他 还是跑到这个印度去学法 导致大量西藏的黄金 就流入了印度 有详细的这个史料记载啊 当时流入印度的黄金 作为学费流入印度的啊 就高达黄金十一万两 反正现在啊 金子是这个七百多一克 您自己做杠头算算吧 这十一万两是什么概念 德雷 这个藏传佛教的前红期 后红期啊 咱们都摸的完了 相关的几位大师啊 咱们也都讲到了 咱们从下文书开始啊 咱们就要摸的摸的 各个藏传佛教的门派了 德雷 您早些的咱们明儿见